首先來看到台東大五鄉 有一筆上五段 兩筆上五段的土地 這兩筆土地非常的奇怪 在完全沒有圓所有人 沒有圓所有人的情況之下 在民國75年的時候 不知道是誰贈予了中國國民黨 可不可以請部長回答我這個問題 你這個問題是好問題我也不知道 連您都不知道 台東北南鄉梅圓段有一筆土地 民國62年李蔡東花這一位民眾 賣給了呂金良這位民眾 然後呂金良在民國71年 交給中國國民黨繼承 請問繼承的定義是什麼 報告委員長所謂繼承 民法規定就是繼承被繼承人的土地 來依照民法規定辦理繼承登記的土地 那繼承是誰可以繼承 報告委員這筆土地 我們查的是它的登記原因是繼承 但是我們推斷 可能當時登記原因是記載錯誤 可能是遺證的方式 你們這樣子講不負責任 我當然很清楚遺證跟繼承是不一樣的 難道中國國民黨是這位呂先生 或呂小姐的兒子嗎 為什麼這個私人 這位呂先生或呂小姐 可以用繼承的手段 把這筆土地給中國國民黨 地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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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坑